大家好,今天分享南瓜饼 肉软香甜,香味醇厚,红豆流沙 crispy, sweet and fresh, I like it 60克干红豆煮熟后打成泥 45克白糖,红糖为家 开小火炒干豆沙 米粉3克,注意不要结块哦 豆沙流动开始缓慢时,加入黄油25克 几滴香草浓缩叶 刮开锅底,豆沙不流烫就可以了 放到冰箱冷藏起来 两小时后凝固了 分成15克的小等份 继续放冰箱冷藏 180克老南瓜 锯皮后,约150克 加水100毫升 4勺粘米粉 4勺粘米粉,8勺糯米粉 共计380克 共计380克 火匀后,取出60克打酱头 开中火 开中火,放入南瓜泥 100毫升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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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毫升食用油 提高色泽光度 泡沸腾后 加入60克米粉 加入60克米粉 没有白点即可 酱头冷却后揉成团 盖上湿布松弛20分钟 葡萄柚子先样出一个星形 再用刀子把它割下来 一颗小小的绿芯完成了 总共6颗星形叶子 20分钟后开始制作点心 取30克小剂子 冷藏了两小时以后的红豆沙 把米粉剂子搓光环后压扁 捏出一个碗来 包上红豆沙 用左手虎口的力量进行收口 轻轻的搓光滑后压扁 收口位置朝下 捏薄边缘 先用大拇指推进去 再捏死折子 一朵小花就完成了 一朵小花就完成了 5毫升食用油 放好南瓜饼 放好南瓜饼 先开大火 然后再开一朶小火 听到呲呲呲呲的声音 加20毫升水 锅内的水快干实 马上转中火焖两分钟 南瓜表面呈半透明状 熟了 摆好南瓜饼 摆上香芹枝条 加上新型小绿叶 一道温馨可爱的南瓜饼完成了 好吃又好看 朋友们您喜欢吗 在周末的早晨或暖暖的午后 迎来增加一份小清新甜点 是不是让人眼前一亮呢 朋友们再见